正当大批美国人对这件事困惑时 一条贝佐斯出轨的消息却传了出来 更魔幻的是 贝佐斯出轨的也不是什么嫩魔名媛 而是自己多年好友的妻子桑切斯 这下可是彻底把贝佐斯给推上了风口浪尖 贝佐斯的人设就直接崩了 什么好男人 好父亲 好儿子的形象全部都一去不复返 并且美国媒体透露 贝佐斯之所以要离婚 其实是因为在离婚前的一年内 贝佐斯和桑切斯频繁约会被媒体拍下 为了不被勒索 他决定用一种自己认为有尊严的方式结束 于是贝佐斯选择提前离婚 并在离婚译文中写道 自己还想和麦肯齐在一起 但在媒体的曝光下 贝佐斯这么做 简直是越描越黑 最后贝佐斯也是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选择和朋友的妻子桑切斯在一起 但对于美国网友来说 这是不能接受的 谁能想象一个被塑造的如此完美的人 竟然是如此的虚伪 这导致大批美国网友对他进行攻击 而在此前 美国其实早就有许多网友对亚马逊平台有意见 如今可以说是薪酬就恨一起算 贝佐斯一下从完美男人跌落到全民公敌 但不变的是 他还是那个世界首富 就在前不久 贝佐斯花两亿上太空的事出来时 许多美国网友都直言 贝佐斯不要回来了 更是有许多人诅咒他 离开地球前的那顿饭是他最后的晚餐 可能贝佐斯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骂死一万次了 然而贝佐斯如今还是常年盘踞在世界首富的存在 不过话说回来 贝佐斯的一生确实足够的励志 从私生子到世界首富 谁能想得到呢 但如果讲贝佐斯这个人 其实还是很有争议的 说他坏吧 他其实没做过任何实质性的坏事 反而对自己家人都不错 一生也没少给美国人捐钱 但如果说贝佐斯好呢 他既然都捐了这么多钱 还能被美国人天天追着骂虚伪 这也是有自己风流使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但人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 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 所以多数人给贝佐斯唯一的评价就是 他有钱 他很有钱 他非常有钱 而他的传奇般的励志人生 也值得许多人的学习 贝佐斯也证明了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长按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